大家好,2021年3月21日第二部视频 大家知道中国这个房价现在处在高位 中共呢是希望稳房价,既不要涨 其实呢心里呢更是怕跌 所以呢很多手段呢行政方式 行政指令的这种方式很多层出不穷 现购现贷啊等等等等啊 这个咱就不说了 其中有一块叫学区房呢经常是被热吵 学区房呢就是大家呢在周围居住 在那个名校周围居住 然后呢这个就可以有资格上这个学校 离得远的呢不在这个学区之内呢 就没资格上这个学校 所以呢很多这个好的学校周围 这个房子就被叫做学区房 它的价格就被这个希望望子成龙 得到好教育资源的家长们给热吵去了 很多都是老市区的老破小 甚至有这种像北京啊上海有很多地方很极端 几平方米的只要有一个能挂户的这么一个地方啊 甚至是地下室或者是小破房啊就能炒到了个一二十万一平方米这么个天价 其实大家要的不是房子要的是这个上学资格 而学区房呢像其他的这种这个高价拍地啊等等这种事件一样 也被中共呢利用当作这个拉抬房价的一个工具 现在呢这个房价实在是因为避险资金啊或者是这个险散资金无处可去 就纷纷炒这个学区房 中共为了打压房价呢也不得不对学区房开始动手了 在上年的时候就2020年北京就出台了政策就是过去你比方说 在这个房子所在的这个这个区域只能上这个这所中学 这所中学呢大家也都是喜欢上 所以呢这一片学区就被热炒 北京的事情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学区啊不仅要上这一所中学 我还在给你划过去做中学 然后呢抽签来上 也就是说你呢有可能上你心中喜欢的这个中学 也有可能呢手续不好就抽中了你不喜欢的 稍微偏远一些的其他的地方的中学 也就是突破了这个机构经营上学的这么个原则 打烂了学区房 买了这个房子一定会上这个优质中学 优质学校小学等等呢 这个既有的这种操作方式 学区房含金量下降了 你不一定非你买了这个房也不一定能上这个学了 那这是上年北京出台的政策 对北京的学区房产生了一定的打压 对整体房价也产生了一定的打压 那今年呢 今年又出了一个政策 哪呢上海 3月16号上海教委发布了中考改革的新政 新政之下优质高中的名额将被分配到每一所不挑生源地初中 原则上都能拿到市优质高中分配下来的名额 最大限度保证校校之间平等 他这个就是把一些名校的高中啊 这个或者初中啊 这个名额呢 不仅是要给本学区的 也要分给其他的 有百分之说是有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五的名额 拿出来给其他的这个中学 然后按照这个学生的这个分数啊 进行排排号排在去 比方说哎 这个某非学区方的中学啊 忽然分到了五个这个上优质学校的名额 然后前五名就可以去了 这个事情呢 按说是一个好事情 对这个学校资源啊 以及生源啊 保证这个优质的教学资源能够兼顾到非学区方的学生 同时呢 这个优质的学校呢 也能收到非学区之内的其他地区的优质的学生啊 这个生源也有提高 都是好事 但他这个主要是为了这个教育这种公平啊 不全是 更多的是和北京那个一样 是为了打击学区房 抑制过快生长的这个过快上涨的这个房价 是起这么一个作用 哎 可怜中国这个父母 很多家长呢 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 其实呢 输都输在娘胎里了 但是呢 也没有办法 中国自古就有这个汪子成龙啊 就有这个叫做书中自有黄金窝啊 呃还有就是等等 对读书的这种崇敬 对教育的这种 呃重视 更何况在中国 你家里出身不好 没有更多的资源 金钱 呃只是剩了一个这么一个虚幻的 其实并不切合实际的这么一个上学能改变子女今后人生的这么一条道路了 所以呢 家长们都是削尖了脑袋 希望孩子能上一个好的学校 最后上大学啊 上名校改变人生 不是给中共当奴才 从奴隶阶层跳出来 跳到奴才阶层 要么呢 就是出国 远走他乡啊 能够靠自己的这个指使 改变人生 呃 这个心情可以理解 没想到呢 这个学区房呢 却迎来了痛击 很多家长啊 这个想法呢 我在这还在另外泼泼一瓢冷水 他们还没有看到这个学区房的这种黑暗 其实正征学区 竞争学区房的大多数啊 都是这个普通的这个家长 有一些钱的家长 真正的这个官宦子弟啊 他们也不争这个 因为他们都有定点的学校 你比方说 这个省政府市政府 他们定点的某某中学 某某小学 甚至是省职机关的某某幼儿园 某某小学 你就是离着远 你只要是家长就有这个身份 孩子自然就能上 那无论是教学 设施 资金 老师 这个教学资源 都是严重倾斜的 所以呢 他们根本不和你争这个 你所辛苦争的这个学区房啊 呃 都是他们用剩的 而且啊 很多这个 以前看过一些资料 就北京也好 尤其是北京这种地方 还有各省会城市都有这种现象 就是好多部委啊 他们直接从这个公款里面 小金库里面 画出资金和一些学校进行这种联谊 进行这种 共建啊 以单位的名义 给学校出资 比方说我赞助 你某某啊 多少多少中学 我给你 五亿啊 呃 比方一年 给你五亿 甚至一年 给你两亿啊 就这么个意思 那个 那个 然后这个学校呢 就会倾向性的给这个单位的这个子弟 嗯 多少名额 你每年怨上的啊 这孩子我都可以接收 所以呢 根本也没有什么公平 学区房呢 真是 只是剩下的 没有权势的 呃 也没有这个特殊的关系 能拿钱也能找到关系的 剩下的这些人 有一点小钱 就只能是为了子女 削减脑袋 去买这个学区房 就仅剩了这点想通 呃 因为这个打压房产 现在也开始动手 对学区房动上 动上了主意 嗯 你有可能 花了大价钱 买了学区房 子女呢 还未必能上到这个学校 而且很多人想着 哎 子女上完学 我还可以 以更高的价格 把它卖出去 哪怕自己没钱 想那样去借钱 贷款 也去买这个学校 因为这不是个赔本的买卖 那这样 这个政策出来之后 有的学校 还这个学区房 真的跌价 有很多家长 还有炒房者 如一散发可能会落空 有可能还真砸在手里 学区房有可能要聊了 呃 这是学区房那个事情 再顺便说一个谣言 为什么说谣言呢 这个谣言呢 就是经过官方辟谣的 我就把它叫做谣言 但是呢 一般谣言呢 都是谣谣领先的传言 基本上只要辟了谣 都是真的 那我们看什么谣言 那我们看什么谣言呢 就是 2021年 4月1日 开始 银行 要全面暂停 房贷 呃 房价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强力的调控 呃 这个呢 很快 得到了这个 什么相关的银行 什么中行 建行 交行 农行 呃 等等的这种辟谣 记者去问 他们说没有得到这种通知 呃 暂时不知道 没有得到通知 他们辟谣没有什么含金量 他今天说辟谣 没有得到通知 明天得到通知了 那你怎么说 而且呢 这个谣言说是暂停房贷 一个是 有可能是全部暂停 也有可能呢 是这个二手房暂停 呃 我大概率认为呢 应该是先暂停二手房 其实很多地方已经对二手房呢 严格管理 贷款呢 已经很难了 呃 如果他在出台这么一个象征性的 这么一个 嗯 行政命令吧 啊 那会对二手房的打击会更大 从而 带动整个房产市场 新房市场 都会得到强烈的抑制 一个是为了抑制高房价 另一个呢 也是没有办法 他实在是承担不起 房产出现在上涨崩溃 带来的这个整体金融风险 嗯 这种 停贷的手段 其实是很凶狠的 我估计中共也是小心谨慎 这个方案呢 肯定早就摆在他的可选择预案之中 只是他自己能不能下决心 在某一个他认为适合的时间点来出台罢了 相信这个谣言呢 一定会实施 至于什么时候呢 他竟然闭了谣 我觉得他真有可能在今年某一个时间实施 而且第一步呢 很可能是先从二十五方开始开始执行 好了 拜拜